来看孙力仁这一案 孙力仁是全中华民国最会打仗的将军 然后后来他就被软禁了 为什么 也是同样的狡兔使走狗篷 因为1950年韩战开打 1950年10月 中华民国被决定说可以获得很多美元 那蒋中正需要一个样板 可以让美国人信任的过的将军来接收美元 因为很抱歉 狂谱系统的将军太多贪污了 贪污到那种实在是你不堪文问的程度 孙力仁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让他来做陆军总司令 兼台湾防卫司令官 所以你看这些照片 美国的将军信任他 可是到了1955年 角度是走狗篷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就做一个冤案 也不能说直接他是匪谍 而是他的部署密谋叛乱兵变 好 麻烦下一张 那他的部署叫郭廷亮少校 对 那时候当时是少校 就说他密谋兵变 一个少校能够兵变 我真的蛮佩服他的 那这件事情 他后来总算 原来无奇徒刑的 后来总算 那个关了30年 总算回到正常人间了 想要过生活 他一直在奔走 说要帮孙力仁平反 他就被车祸了 死在新竹火车站 我每天经过的地方 那孙力仁将军 就被软禁了33年 一直到了那个 蒋经国总统过世以后 他才被放出来 那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那是30年前的事情 问到现在 左边那个新闻 是2017年发生的 为什么会爆出来 原来说实在 孙力仁将军的家属 真的不知道是谁害他的 台面上有看到 那个军法官审判他 对不对 到底是谁检举 我的部署 说要兵变 我一个部署能够兵变 你中华民国不用玩了 怎么可能一个少校 会兵变的 然后后来 这个检举人 其实是被派去卧底的 然后蒋经国赏了 他八万块钱 他自己再凑两万块钱 买了很大的一个宅子 可是当时国防部说 我不能公开地给你说这个赏 你这个卧底的身份就曝光了 所以那个产权没有过户 那个房子的产权没有过户 那么他这个房子住了60年 已经到了第二代了 然后国防部一清查说 你怎么可以占据我国防部的宿舍 走开 然后这个家属才向军备局提告说 这是蒋经国当年给我的 我告密郭廷亮兵变 这个蒋经国赏给我的 结果国防部败诉了 这件事情才知道说 原来卧底的人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那些白色恐怖228 其实很多被灭口的 证据也被消失了被烧 真的很奇怪 中华民国的档案 它都会自动会起火 太多了 真的是那个录音带 它自动会消磁的 真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可是我们还有机会 我相信我希望说 趁这个当事人的后代 还在的时候 还可以追缩的时候 还有机会可以平反 麻烦下一张 就在我们这个展览 刚开始不久 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 那个政治档案条例 我原来希望说 这个条例能够帮助我们去追查 像孙力仁那种案件 还可以找到加害者 然后各位看第一条 为建立符合转型正义精神 兼顾档案当事人隐私 你要兼顾他隐私 对不起 我们在谈的是不是林志玲 不是嘛 我要是每天站在林志玲家门口 拿个望远镜去看 这个在窥探他的隐私 这个不行 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国家档案 你公务员行使公权力 然后你残害 残害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死刑 几千个人 二十年三十年有期徒刑 你还要谈他的隐私 我再看不下去 然后什么政治档案 还有限时间的 就在那个时间而已 更早的 更晚的都不算 可是刚刚提过 在那个解除建议以后 还有没有冤案 多的是啊 然后谁要申请人 如果你是被害人的家属 你还可以去申请 如果你不是 像我这种业余的历史研究者 对不起 再说 所以这样 在这种这么高的限制之下 你还要 还要能够看到什么档案 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麻烦下一张 年轻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 这几个红字的话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说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No peace without justice 第二句话更棒 No justice without forgiveness 你没有原谅就没有正义 对不起 我知道在座 有二妈事件的受害家族 你要人家原谅 谈何容易啊 而且你要注意到 若望保罗二世 讲这句话的基础是 欧洲各国政府 从来没有停止 对于纳粹 对犹太人大厨杀的 加害者的追溯 从来没有停止 前一阵子有个新闻 当年那个集中营 奥区维茲的集中营里面 一个小兵 90多岁了 照样把他灌到监狱里面 你是加害者 你不能说 我当时受了军令 我无罪 因为我服从希特勒的命令 对不起 你这个是违反人类罪 你是在种族灭绝 你不应该 顺从独裁者的命令 不合理的命令 你不能服从 你不能去 整天去杀害犹太人 然后事过境迁 我没罪 不行 在这种条件下 在不停止追查 加害者的条件之下 若望保禄而时 才可以讲这种话 No justice without forgiveness 然后就在 前一个礼拜 我们陈主祥律师 就在这个场地 他就说 我没有真相 我怎么原谅 你要我原谅 可以 原谅可以 原谅是一个 急误动词 你要原谅谁 你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原谅 然后陈志宏教授 就在这边说 没有加害人 你怎么平反 所以至少 你要找出加害人 他为什么要加害你 为了奖金 或是为了什么 为了信 为了权 至少你要讲出来 还有我们上个礼拜 曾建元教授在这边 分享说 联合国的转型正义 是什么 要真相 才能又有正义 你要究责以后 再来和解 对不对